台湾片看完就到复光购物乐了 我想把所有东西集成一条片分享 所以废话不多说了 直接开始吧 我最爱的3Cons 今次依然是数量惊人 我会形容为小之旅必去的生活小物店 它里面是厨房用品、厕所卫生用品、饰物化妆品、小朋友宠物用品、季节性用品 甚至很多限量的产品 今次我走的时候发现多了很多不是300日圆 它都慢慢地有少少加价 例如我手头上这两个拆了的盒子 手制是我今次买得最贵的 一个要2500日圆 但我都觉得它是CP值很高的 因为它外观超级漂亮 它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奶油色系 总之就是很少女心 放在家里是超级漂亮 然后质量所有东西都做得不错 实物比它更漂亮 我买了粉红色再加一个啡色 是不是很像巧克力奶和草莓牛奶 然后玩Switch的时候 比起它原本的手制 这个手感是很厉害的 它好像小个打机 去拿那些位置 之后是得心应手的 所以这个价钱我都觉得它是超值的 上次在Treecones我买了一些耳筒 今次一样都有 因为今生是用坏了它那个 我不知为什么它这么快就用坏了 但是不要紧要 因为实在太便宜了 我买多了一个是1500日圆 是超级 那些Macaron颜色 超梦幻超漂亮 买了一个粉蓝色的给它 然后都一样是很小的 手掌这么小的 所以都应该是挺方便的 再来就比较多生活的用品了 有一个我开了的 我买了两个 就是一个地毯 它的价钱是800日圆 这个是贵早肚的 但是跟我们平时用的硬斑斑贵早肚不一样 你看到它卷到的 它是软的 冲完凉 站在上面 它已经是立即吸了那些水 它是一个水磨石的图案 踩下去的时候 它都不会像平时那些贵早肚 硬斑斑 凍冰冰 它是挺舒服的 所以我也觉得它这个是做得非常之不错的 好幸运我买了两个 这个就300日圆了 它是一个吸水的毛巾 这个是厨房用的 稍后它会有个partner 一包是有两块的 我打算放在蒸烤炉上面 不用的时候 他的partner就是这个架 然后将一些水杯 水瓶 这样倒转放在这里 就做到一个很好的浪瓶效果 我见不贵 大家可以明白为什么我的行李箱是可以爆 因为我买了很多都是比较压榨的东西 长筷子可以入洗碗机 因为它前面是做了直胶 所以煮食的时候 就可以用它煎东西炸东西 去到230度 以前我是用一些木筷子 不可以用洗碗机 金生如何都要洗那些筷子 今次我见到有这一款就立即买了 另一样也是为了金生 我就买了一个silicon的梁巾 它是300日圆 有三个梁巾 还要这么漂亮 可以放在洗碗机很方便 我真的觉得上次错了 没买到 今次一定要买 再来 大家应该猜到我是极度无敌 喜欢吃蒜的人 因为上次买了很多关于蒜的仪器 今次又有了 我买了这个是500日圆的 大家会看到它前面和平时那些做蒜蓉一样 但是它多了后面这里 它就是可以做蒜片 我经常把蒜头都切不到很平均的蒜片 这个就帮到我手了 去到下一个就是季节性的用品 枯在颈的降温圈 有分大人、小孩 金山那个已经开了 而我就是这个绿色的格子 什么都不用做 不需要用电 不需要放在冰箱 就这样 枯在颈子上 它就会无端端滲了一个凉意 现在是有点冷 它是说外面25至35度 基本上是可以一个小时 都会继续滲了一些凉意 然后我也是买了一顶帽 它是很普通的 比较薄身 比较透气的太阳帽 我就不是打算用来出街 我打算在天台种东西的时候 实在太晒了 最重要的是防UV 是这样可以反弹的 根据它的图是这样说的 还有这个超级冰感的防晒手袋 都是打算在天台霧龙的时候用的 之后就到一些关于美妆类的东西了 例如我找了很久很多间都找不到 最后终于让我看到它们 这两样都是大缺货的 首先 这个篮 是由上次我去日本到今次 终于让我找到了 是它可以用来洗化妆掃 这一边它会有一些粒粒在这里 你这样下一些清洁剂水 擦完之后洗干净 就可以插在下面这边 你就浪干它 然后上面就可以放一些美妆蛋 同时间上下这样浪 我觉得很方便 所以今次看到一千零一个我就买了 另外这个就是化妆掃 它是旅行妆的化妆掃 一边有三支小小的眼影掃 可以逐一支拿出来 然后不用的时候 就可以放回去 再加上盖子 这样就非常卫生 另外这一边就是一个很滑 完全不会刺肉的碎粉掃 腌脂掃都可以 你如何加上盖子 就是很聪明 它是这样伸熟 放回去 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个去旅行用的化妆掃套 我没有用过在Freecorns买的美妆蛋 我就试一下 因为300日圆 有成7个迷你美妆蛋 再是300日圆 有10个手指美妆泡泡 我也觉得是值得试一下 然后还有这个 又是很难找的 它是一个用来清洁Airpods 耳筒的工具 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我终于研究到如何使用了 这一边是有刀刀的 就可以把很细微的部分 这样拆干净 然后另一边 我们拆开它 后面是有一个海绵棒棒的 就擦到耳机的位置 然后就可以清洁得非常干净了 最后还有这个 是用来做一些直发夹 平时我们一弄完之后很热 直发夹不知道放在哪里 这个就可以做到一个抗热 再加收纳 首先你可以把直发夹放在上面 然后你再卷卷卷 然后这样拆一拆 它就已经可以做到你的直发夹 曲发夹那些收纳 我觉得也挺好的 然后呢 就到一些生活用品类了 他们可以说是早派日本煮副界的药 这个海绵不只是SERIA出的 我刚好在SERIA那里买 100日元 其实SERIA、DISO、无印 总之不同的店铺都有出这一类型的海绵 它不是那么大 这里是有26个 有些是有30个 或者是不同的数字 总之就斩开它小小 每次用一个 你就可以不用怕 骯髒或者不卫生 或者是你用完有残 然后又不知道扔不扔好 它每个就是一次性的分量 当然如果是轻松洗的话 我都觉得可以用到几次 然后这个就是说你用的时候 它是标榜那些泡泡会绵密一点 我就不知道了 100日元给金山用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Muji那里买的 都是299日元 这个就是用来洗一些水龙头 然后瓷盘 一些水垢痕 他们说是非常之好用的 可以在厨房和厕所都可以用的 所以就买了 所以就买了 然后无印我还买了一个去旅行 专用的一些收纳袋 可以用来左边放化妆槽 然后右边放化妆品 有一些间隔 突然间心血来潮很想买 非常之无印的简药 尼龙的质地 然后可以有个手抽的 然后无印我还买了他们最近极度热门 香港暂时应该没有得买的一个导入精华 其实我还想买他们的胭脂 但完全没有货 然后我就去了Big Camera 买了三个是很便宜 5500多日元还可以退税 好像还有一些折 总之Instagram大家是投票买什么颜色 都很多观众知道我的了 我是买了 因为一个是给金山 它是有个奶茶色 还有有个是偏向灰白 但其实现实去回到阳光 它是偏白色的 但是当时在店铺 我是看到它觉得它比较灰 应该现在的镜头也是白色的 总之金山是选了一个奶茶色 它抢了我想要的色 带出来就是这样的了 我们两个都用过 应该跟它过千元那款是有分别的 但跟平时可能听开Airpod 那些没有任何要求的人 你当现在潮流的换物玩也挺好的 它也有一个降噪的功能 我觉得它没有了环境声 这一件事都做到的 而且它的尺寸比较小一点 比平时的Headphone 第二样东西就是 我想推介给所有拍YouTube的人 去日本一定要买 储存空间1TB是SSD 但平时我们的SSD 不是牛龜那么大 真的完全没有想过 它小到这样 它的尺寸小到我们以前的手指 但它是一只有一TB容量 所以我们平时去储存一些视频 或者你的电话不够位 不一定拍片的人 你太多照片不够位 它绝对是这一边Type C头 现在的iPhone 15 虽然我不是 但有些朋友可能是Android 最新的iPhone 直接插进去也能用 或者我是用Mac机 都可以直接插进去Type C 另一边就是普通的USB 你可以插回平时其他不同的器材 总之我觉得这个超划 真的很方便 去外国的时候 你想剪片 或者你要出去工作的时候 有一些图片 你可以这样放进去 我觉得很好 最后就是SALONIA的头发梳梳 这个是国际电压 所以香港也能用到 但是它的插梳就要用回转插 之后它可以由100度到230度 然后你开机 然后调温度就可以了 我发现是你这样 然后用手一路这样梳 梳到它最后 它就可以做到一个很漂亮的耐弯 但是现在当然没有插电 没有热 很多朋友问我的发质是怎样 就是用完之后 我觉得是普通的 正常的 因为我买的时候 是有减价又退税 3000日圆 即是850元左右 你都不要预估它是GHD Glam Palm 那种你弄完之后 头会亮 会滑 那种呢 不是的 它真的帮你做到一个热 然后做一个造型 用来朝早快 我要出去的时候 一个内弯 外卷 那些你就可以做到 我觉得是非常之方便的 而且你去旅行 如果不是要夹到超美那种的话 就可以用它 但是如果你说这些阴的位置 想夹回这些软 我也是用直发棒去做的 用这个梳就做不到 漏了这两个 都是SERIA 100日圆店的 一个橙和扫把 因为我早前弄了后面 然后它那些小石子 是不可以用吸层机 我们又没有扫把 突然间很有这个需要 但是我又不想买这么大把 看到100日圆 即5个多 我就太划算了 就买了 然后有一个是水怪的透明 很多SERIA的东西 这个SERIA里面 它们的名字不一样 是SERIA 100日圆店 有很多SERIA的东西 我最近很喜欢这个水怪 买了一个透明的袋子 用来装东西也很方便 然后到迪士尼 今次我就没有带手买东西了 因为看不适 上次也买了很多 反而买了一些是那天新出的东西 我最近很迷这个生蚝BB 那天一新出 我就立刻冲去买了 然后有小飞匠系列 有个BB小飞匠的环保袋 还有这个是扎边的 它那只扎边的老鼠仔 我都觉得很可爱 都吃嘛 有很多我都是手上派了出去的 这些是自己留下的 有一个的调味料 是在板级的超级市场买 我在YouTube被人烧到的 它是说无论什么 审在哪里都很好吃 那我就开了 我会觉得它是好味版的味椒盐 它是有那种咸味 然后有很多黑椒 淋淋种种不同的蒜 所有好吃的调味料混在一起 那就变成了这一瓶 我也觉得是非常之不错的 我买了很多瓶去做手信了 然后在博多的车站 就买了这些拉面套 因为金生很喜欢吃拉面 有这个超级无敌出名的芯芯 但是我在日本是没有吃到的 然后这个不知什么锅 我都看到它挺有趣就买了 然后当然在福江就是明太子之香 就买了这个贵价版的卡洛比薯片 一个明太子味 幸好没有想过送给人 就已经是在我箱里扎到 我不知道会不会碎了 还有这个卡洛比的明太子白力枝 也都是在买了这些不乐的饭 就好像在福江和博多吃饭 他们吃拉面也好 怎样也好 都可以order一碗饭 在上面有明太子的 我也觉得是挺特别 所以也有买到给朋友做手信 对了 食物就真的不多了 我还买了在机场那些和菓子 然后不同的脆脆 我也觉得是手信不错的选择 但是我自己就没有继续了 好了 因为还有美妆类 还有衣服 袋子 我都决定搞不定了 这条片已经拍了很久 应该这条片真的会很长 所以对不起 我是打算整条片一次过 但是做不到 好了 那我们今集的福江购物落 有三费 Bagsy 生活用品 野食 Kalikala 就先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会看得爽 看得开心 在这个日元这么便宜的情况下 真的买得很开心 所有东西好像半价 还有我这么喜欢三费 想在今年之内集合了 我觉得在三费买东西 买东西最好用 最值得入手 不用像我这样大手入货 去买哪些精选的东西 还有没有那么容易断货的东西 我都想拍一集和大家分享 我都算是很有心得 还有素了整间店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留言 如果没有人留言 我就 skip这条片不拍的 因为我还有很多片想拍的 但我觉得这条片是我自己有兴趣 看看大家有没有兴趣 如果喜欢今集的话 记住给个like 我subscribe我的channel 然后去Instagram 每个post都有giveaway的名额 只要你like和留言 或者是下一条片 因为我不想只是 多谢在Instagram有互动的朋友 在YouTube有互动 跟我留言 like那条片的朋友 就会在下一条 就会有giveaway的名额 我也有准备到一些小礼物给大家 希望我自己买得开心的同事 都知道我有挂着你们 是这样吧 太长期了 拜拜 下条片见啦